台中东区一所国小25号开始有多名学生 还有老师出现了发烧 呕吐跟腹腺等症状 校方陆续接获通报 光是25号当天就有90名的学生身体不适 到今天请假人数已经达到300多名师生了 而校方在第一时间也通报了校案系统 实案处也派人到学校采证 检验的报告最快要一两周后才能出炉 台中东区一间国小一次爆发病毒群续感染 多名的学生和老师25号补课日那天 陆续出现了发烧 呕吐和腹泻等症状 光是当天身体不适的就有90名学生 校方觉得不对劲 第一时间也立刻通报了校案系统 实案还没出来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午餐 因为那天我们吃蔬食日 里面只有一个是蛋白质 就是欧姆炒蛋 还有一个就是炸酱的那个豆干 由于事关学校实生的健康 实案处也立刻派人到学校进行 食余和环境等简体采样 并且在当天放学后就进行全校大消毒 以要求学校制设的厨房 它是委外经营的 暂停作业至3月28日 只是没想到27号礼拜一开始上课 身体不舒服请假的人数越来越多 光是目前国小部分就有254名学生 幼儿园有54人 另外还包括31名的老师 疑似病毒群续感染 各方面都还好 没有发烧 吃东西会拉 餐饮的问题吧 我想啦 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 部分学生就医后 医生有的说是懦罗病毒 有的说是肠胃炎 肠胃型感冒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目前还无法确定 而检验报告最快 一两周后才会出炉 借家五向三 台中报道